而再來看到是高雄市長韓國瑜昨天呢正式請假展開了全臺的傾聽之旅 那昨天晚上是來到了小琉球開獎說人氣很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當作副市長李四川也來了 他說他請了半天假回到小琉球是以鄉民的身份替韓市長加油 第一次來小琉球韓國不浪費時間接連參拜兩間公廟現場也被擠得水泄不通 跟白天在屏東時不時能看見嗆寒民眾的情況相比完全是兩樣情 人多車也多小琉球幾乎被塞爆鄉親開獎的活動現場當然也滿滿都是人 對於小琉球觀光韓國瑜拋出新觀念不過在現場卻發現熟悉面孔 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再三強調有請假才回到家鄉的 這晚他以鄉民身份現身支持市長韓國瑜指導敵贏 這次能掃到多少票外界等著看 記者翁崇文連結頻道報導 徐元在淡水中 我們相見喔